嗯 这个人都会就出的人 杨阳简直就是钢铁大指南 别人与女艺人拍戏都会怜香惜意 而杨阳这里完全不可能 上一次看到杨阳对女艺人温柔 还是对迪丽热巴 看杨阳与迪丽热巴的荣耀夫妇谈恋爱 简直磕到流鼻血 场面太郁了 这可能才是成年人的爱情模式吧 但杨阳与赵露斯 再且是天下的互动 最多就是哥哥对妹妹的照顾 有时候杨阳还没赵露斯成熟 简直就是搞笑男的存在 就算两人拍吻戏 都能被杨阳破坏气氛 对比与迪丽热巴拍吻戏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杨阳对赵露丝是完成任务式的工作 而与迪丽热巴绝对是付出真感情 还一度认为两人最后会在一起 奈何也没有牵手成功呀 赵露丝还时常调侃杨阳 和我拍吻戏会害羞吗 杨阳霸气一句 还真不会 直接将赵露丝气炸锚 最后两人在片场复仇手臂 只看见杨阳趁着赵露丝不注意 毫不留情地挡了下去时 难怪杨阳追不到热巴 直到现在还是单身 对此杨阳真没有对象吗 欢迎留言评论